昏迷书门前 可以先去村里逛逛 有什么东西 是妖怪 怎么回事 这里明明在防护法阵内 惊许 不能让妖怪骑有村子 上 平日温和的山野精怪 为何如此暴力 这是发光的果子 似乎有海很强的灵力 是某种云果吗 从未见过这种果子 是从哪儿掉落下来的 光变亮了 总觉得我好香啊 我怎么迷迷糊糊地咬下去了 这果子来路不明 万一有毒怎么办 还好没咬破 这果子定非烦恶 还是带回去 让爷爷监听一下吧 天师门师的结界一向可靠 但山野精怪却突然出现异常 看起来像是被魔化了 外面凶兽越发猖狂 最近村子里有侵来不少冰难的百姓 但是沿这个村子的不安全就糟了 等下还是在姐姐那巡围一下呢 等下还是在姐姐那巡围一下呢 他有要紧事要做 先不要到处乱光了 应该没事了 先回葱子吧 凶兽的好不处 真好玩 我出去抓鱼都是提心吊打的 今天我不会输的 村里似乎比平常热闹一些 对了 明天就是初一 是集市的日子 所以才这么热闹 正好有封彭大叔侄儿托我带回来的信 既然已经到了这里 干脆现在给彭大叔送过去吧 多吃点 明天多卖几只 彭大叔似乎不在 向周围邻居打听一下吧 怎么整天不务正业 瞧一瞧看一看呀 余沈 您自己好吗 都好都好 老鹏啊 我估摸着应该是去进货了吧 清叔 他的侄儿托我上来一封信 让我 那他一般可得去几个时辰呢 要不你先 明天不是又开集市了吗 大伙都忙得不可开交呢 我这也是刚进了一批新货了 那多谢玉婶了 瞧一瞧看一看呀 看看还缺东西吗 天气也不错 很适合和爷爷一起喝一杯茶 你拿了我的钱 凭什么不给我踏雪荀梅 我不是说了吗 你得让你爹娘来取踏雪荀梅 总之 不给我踏雪荀梅 我就不走了 他家就在小池滩附近 他爹姓李 他娘姓李 他娘姓李 好香啊 应该很好人的 我看见凶兽了 光头就有三个 我看见凶兽了 瞎说 明明是 雅阁头 你俩喝多了 明明是 雅阁头 你跑什么 有凶兽追你吗 你的话 还不如凶兽追我呢 明明是我们是家传的吗 当然不是了 天师门的神渊塔 可真气派 不错 摆得很急 要是有风车就好了 小红肯定会很高兴的 明明是我们是家传的吗 明明是我们是家传的吗 明明是 kita 你跑什么 有熊手追你吗 你怎么整天都没有一把 孙爷 没有娇姨做不了糖糕 小蛋子他们这下可要失望了 算了算了 奇怪了 怎么没放这里 不是 我讲完 炸的 太奇了 好甜 真香啊 奇怪了 明明放这里 我什么时候能给天师门讯上温戏啊 多吃点 这感觉我也想干 多绣几次了 这小子不来看 清书回来了 不错 来得很快 要是有风车就好了 您说我们是家传的吗 你讨什么 有凶手推你吗 他家就在小池滩附近 他爹姓李 他娘姓姑 这养马的好处啊 一道即逝就体现出来了 头有些晕 好不容易摆脱凶兽 方才又除了腰 大概是有些累了吧 一定是因为这个才一时黄身 巧琳你在担忧 放心 我没有吃的 你看 只是留下一个咬痕罢了 巧琳 累了吧 我们到家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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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您做什么呢 孙女 借住了啊 我记着了 我的腰啊 您怎么又活动起来了 韩大夫吩咐 您这阵子要少走动多休息 何况是搬这么沉的坛子 我想着 这小坛子能有多沉啊 还是大意了 不服劳不行了 孙女 你们一路上没有遇到凶兽吧 我有巧鳞 凶兽遇不上的 不过 村子附近原本温和的金怪 似乎突然魔化 变得暴虐了许多 贱人就攻击 天使门的那群黄皮子 是干什么吃的 他们不是想来 以村子的保护神自聚吗 竟然吹牛皮 爷爷 话也不能这么说 要不是有天使门部的防护法阵 这一带的村子 早就也被凶兽毁了 再说了 其他门派的防护法阵 听说也是天使门传授 所以他们才成为先蒙盟主 人家是有大功劳的 孙女 你怎么尽帮黄皮子们说话呀 你忘了 他们跟我们明术门 水火不容了 爷爷 是我错了 不过 防护法阵运转正常 燕归谷中的草木精怪 却发生变异 总之不太寻常 要是早个百八十年 我们明术门还风光的时候 早就把这些凶兽啊 妖怪什么的都赶走了 哪儿轮得到黄皮子们出风头啊 如今呀 这么多年 一个弟子也找不到啊 您别叹气 我相信明术门 将来会有重现辉煌的那一天 还是我怪孙女会说话 对了 爷爷 我在回来路上 捡到了这个 灵气逼人了 这是什么宝物啊 爷爷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吗 没见过 但看着样子 肯定是比灵果 还要强千百倍的好东西 乔玲啊 来尝尝 说不定啊 这个吃下去 你就能立刻飞升呢 乔玲啊 蕴含如此澎湃伶俐的果实 世间罕见 你不吃 可就太可惜了 我看还是罢了 巧琳是天生食之灵果的新灵兽 能不能吃 它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明术门就剩下这一只玉灵 万一吃坏了怎么办 好吧 既然这骨子不能吃 那我还是去玉灵园摘些灵果 为了巧琳 好好好 去吧 好好好 明术门繁盛时 不知玉灵园是怎样一番热闹景象 而如今 只剩下了巧琳 了